好,那我們今天的話呢,要跟大家來分享的就是有關AI在創作這一塊 那基本的那個AI的概念我想 老師在這應該說從去年底開始到今年 應該就有感受到反正你不理他也不行對不對 因為新聞每天在報,然後網路每天都有相關的消息出來 所以你不關心他也不行 那麼大家都知道我們這位未滿周歲的AI 已經未滿周歲就這麼厲害了 所以呢不用假以時日 再來的兩三年他的成長一定會是越來越快 然後呢應用也會越來越多元 那包括剛剛校長提到像可汗學院那邊 還有我們比如說英才王啊 Cool English 他們呢也都把AI導入了對不對 所以其實AI對老師來講事實上 現在就是說您可以先 自己先嘗試怎麼樣,先試看看的 因為 你現在沒有用 以後你還是會遇到同學就會有在用 他們動作都比你快,像我上個學習 我在領東的課程裡面 我們就已經把AI帶進來了 結果你知道嗎 老師都還沒有付費,同學都已經先付費了 所以他們的接受度都很高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除了簡報檔案我們會錄影 所以呢老師如果說 您 就是回去呢有需要再做一個 就是review一下的話 都在我們簡報第一頁這邊 那我有幫大家準備了一個這個互動白板 在這裡 這是Canva的 我想Canva 雖然 今年沒有那麼紅 但是前兩年很紅吧 對不對 應該有非常多老師都用過了 好那所以呢 這個 Canva的部分呢 我把它打開 那您 可以直接就是登錄一下 待會呢如果您在這個 使用上有問題 或者說您做的 比如說像這個是 我 禮拜三 我們在那個 屏東的 課程 老師做的內容 那我這裡先麻清掉 像這樣那老師呢這個白板Canva的白板呢 很方便 就是大家登錄之後你就可以利用Canva本身的這些功能 大家都可以進來 你看 有兩位老師進來的有沒有 郵標上都會顯示他的名字 那 您待會呢就可以把您的一些 問題也好作品也好 就可以貼到這邊來 那Canva的白板呢是無限大 我在下面呢準備了四個頁面 準備四個頁面 所以 待會如果真的不夠用的時候 你就會切到第二頁第三頁 那如果呢您在使用它的時候你想要放大縮小 您就可以搭配鍵盤上的Control 加上滑鼠的滾輪 滑鼠滾輪往前往後就跟我們網頁的放大縮小一樣 這樣子呢您就可以 得到比較大的空間 好所以這個是Canva 這個基本的操作那如果您有 就是說對Canva 還有更有興趣想要了解的 也歡迎到我們家的部落格稍微看一看 OK 好 那 事實上呢今天 我這個主題 會稍微再進階一點點 就是說 老師呢 待會我們會先看幾個基本的AI的一些 就是問答的一些技巧 那後面呢我們就是把它拿來做創作 所以 也就是說呢其實 當 AI 就跟手機一樣 融入了日常生活之後 老師會不會特別說我要來 學那個手機怎麼操作 不用對不對 也跟我們現在上網一樣 大家都很自然而然的 你就可以去用它 所以其實AI 慢慢的你會發現包括Office裡面包括很多的 這些服務軟體裡面通通都會把這一塊都包含在裡面了 那他就變成一種工具 那我們就可以很輕鬆的拿來 製作所以這個是我們今天 這個 延期我希望帶給大家的一個 一個方向這樣子 那接下來呢我先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現在因為 老師應該都很 清楚發現 周遭的朋友 有沒有很多都 頭都變了 對對對 頭都變了 對不對 因為現在大家都不太好意思用這樣子 有沒有像照片的 現在都要這樣子 所以待會我們會讓大家體驗一下 您可以參考看看 那在右手邊這邊呢 有我的部落格 有的YouTube頻道 還有我寫的幾本書 那 也有幾個 就是我特別在做 整理的 包括像這裡有一個 您可以看到有一個叫翻轉教學現行記 那這個 協作平台呢 我就整理了很多可能老師您也許 會用得到的一些工具 那您可以看到在這個網站上面 我有整理很多包括我們之前前兩年 疫情期間 有很多 跟線上 互動 遠距教學有關的工具 那或者是您看 您沒有感覺到我比較有誠意 我的手比較大隻嗎 對不對 滑鼠也比較大隻嘛 哈哈哈 所以像這種螢幕繪圖啦 滑鼠指標啦 這些工具還有螢幕的錄影 這類的 我都有放在這邊 那甚至呢 我們現在 可能 後疫情時代 老師呢 您可能會需要用到一些所謂的互動的平台 因為現在深深 跟用品版 對不對 有機會呢 您就可以在 教學現場 去使用 那包括像OneNote這一塊的 所以 您就可以在這找到很多 那 包括像 Canva Canva也是 如果網路上您 找 Canva相關的 影片 我不敢講我最多 但是我可以確定 文章我寫的最多 那這個網站上的文章都是我寫的 所以 您如果有需要的歡迎您 直接引用 直接去找沒有問題 OK 好 那 下面的這個我就不用再介紹 如果您有興趣的再去看一下 好 那 在 我們 使用AI的時候呢 我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應該有不少老師有申請過那個 ChipGTT的 對不對 好 那現在您要申請ChipGTT 除了認證Email 還要認證手機 所以這個在我們教學現場 可能就相對比較不方便 所以呢 我們目前 找到比較適合的 應該是這個 Trade Everywhere 這個 因為一來 它有中文 其實昨天開始 應該是前兩天 我們那個ChipGTT 現在也有 就是繁體中文的 對對對 所以 松傳有中文可以用 但是Trade Everywhere 是它比較早就有了 第二個 它不用註冊就可以用 好所以這個對我們 老師在 教學上使用就很方便 因為你只要打開你的裝置 不管是手機 電腦平板 打開 它就可以馬上使用 那它的資料呢 只會存在那個裝置上 它並不會 帶著走 如果你要帶著走 它就是屬於付費的方案 好那這樣子 其實 對我們來講是OK的 這是第一個 不用註冊 又有中文 再來 它可以分享 也可以怎麼樣 匯入匯出 好這些功能 其實都是後來 ChipGD才跟上的 但是呢 它早就有了 所以說這個 對老師來說 很方便 為什麼 老師應該知道現在問AI 請問 每次問他 一樣的問題 會得到相同的答案嗎 不會對不對 這個 就會造成一個困擾 歐洲每次上課都不一樣 所以呢 為了得到就是 跟您當初 跟 詢問AI的 一樣的內容 所以分享 很重要 那我們Trade Everywhere呢 它就有這樣的功能 所以 等一下您看我的簡報裡面 我都會附上這個連結 這樣子你就可以得到 跟我一樣的 這個詢問的結果 而且你還可以怎麼樣 繼續問下去 所以以後我們的出題 可能就會改變了 也就是老師的題目 像這樣AI 就放進去 然後呢同學就照著你的題目 繼續問下去就好了 所以這個是 可能以後 老師出題的方式 可以改變的地方 這等一下我們可以看到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他本身也有什麼 也有這種角色啦 或提示詞的範例 比如說 現在這樣可能大家比較看不到 這個 比如說你 你可能是老師教 作文 不管是 英文的 中文的 你可以讓他變成 寫作導師 或者是網紅有沒有 還是什麼私人教練 之類的 那就可以像這樣他 做了一個角色的扮演 那麼他所回答的 就相對會怎麼樣 比較專業一點 好那再來呢 他有什麼 可以聯網查詢的功能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CHIP GT付費的功能 老師應該知道現在CHIP GT 訂閱要多少錢 20塊嘛對不對 只是是美金而已 哈哈哈哈 已經跟我 訂閱Adobe的 接近了 有訂閱Adobe教育版的650塊 一個月 好 那所以這個呢 其實對 我們來講就相對方便一些 因為呢如果你不能 聯網查詢的時候 有沒有老師資料他的資料庫 到哪一個時間點 是不是2021年 對不對 9月份 所以呢你問他比較新的 這個發生的事件 他就沒辦法回答你 但是如果能夠上網查詢 他就可以怎麼樣 去查 這個搜尋引擎的資料 然後再根據這個內容 再回答 好所以 這個部分呢也是他可以做得到的 事實上呢 他也可以做語音輸入 好如果說老師您 比如說是在用電腦的方式的話 那萬一沒有這個 就是說他沒有升級到Windows11 像我們升級到Windows11之後 語音輸入法 就真的變成一種輸入法 對不對 就跟我們平常的助音啊 倉截啊都一樣 那 就可以輸入 那如果說您的裝置本身 還是Windows10的 那麼 這個網站呢 他就有提供 語音輸入的服務 也就是說 用講的 現在都比較快嘛 OK 所以這個是我們先讓大家知道一下 您可以先把這個打開 這個網址 你可以先打開 先看一下 好那一進來呢 您就會看到會有一個這樣的最新消息 就把它關閉就好 好您看到有沒有我把這個畫面稍微放大一點 好在這邊 有沒有 如果您曾經有看過或者使用過 Cheater GPT 您就會感覺 一模一樣 因為界面真的一模一樣 它 除了左手邊有不同的對話 在這邊有不同的對話以外 您可以看到在下面這裡 有沒有有登錄啦 設定 好設定這些那 如果您要雲端同步 它 是屬於付費的 那我們這個就沒差 但是呢 你看 我們的中間這一塊 中間這一塊 有沒有發現這裡 是不是就有一些 角色扮演 好就有角色扮演的 好那你也可以從下面這邊直接切成範例 他就給你 一些 Promote的這些提示 做參考這樣子 這樣老師大概了解 這個 界面 在它的右手邊呢 右手邊 還有 這個就是Cheater GPT沒有的 右手邊呢 這邊 有點像剪貼布的概念 你把你常常用到的這些提示詞 就可以把它存在右手邊 下次就不用再打 我就只要點一下它就放進來 好所以這個是它右手邊有這樣的一個 功能 那你看喔 接著我們往下走 往下走 在這裡 有沒有在這邊輸入訊息 你點一下之後 還會有其他的 跑出來 首先你看到 這個語音 就是說你如果用語音輸入 那你就可以選擇我語音輸入 我要用繁體中文 他就會幫你辨識出來 不過老師要注意一下這邊的語音輸入的話要先註冊帳號 需要註冊帳號 雖然我用免費的就可以了不需要 付費 但是他要註冊帳號才可以用 那第二個 我們剛剛有講它是不是可以上網連線 對不對 所以您看這邊有沒有發現這有兩種模式 一個叫做預設模式 他就會限制在2021年9月之前的資料 然後呢 連網模式 他就會把你的 問題 直接 轉換成英文之後再連到網路上去做查詢 好那您看右手邊右手邊 有沒有看到風格 你看我們在用chipg的時候 其實他也沒有對不對 事實上他是有啦 只是說 他不像這樣做成一個選項 那預設是平衡的 然後呢 如果您希望他 少說點廢話 因為chipg很會說廢話 所以呢 如果你希望他精準一點不要亂講 好你就可以用精準的 他回答會比較準確一些 那如果你希望他能夠更有創意更有天馬 行空的 發揮他的聯想力 你就可以用這一種 那這個呢都可以隨時切換 然後右手邊這個我們再來看一下 在這裡 對話的語言 因為呢我們現在在跟chipg對話的時候 其實 有些時候他可能會用英文回答你 甚至有些時候他回答你的會是什麼 簡體中文 對不對 好那這個時候呢你可以告訴他 請你 用繁體中文回答我 這樣子 他回答的 我不敢講百分之百 但是大部分 會比較正確 因為其實我們在 這個chipg的資料庫裡面 訓練的資料裡面 其實不可否認 對岸的簡體字的內容 還是相對比繁體字還多 所以你多多少少 還是會看到就是 他回給你的 就是有簡體 當然你可以再請他翻成繁體中文 好但是我們透過這邊 可以先設定一下這樣子呢 可以有助於你 減少看到這個簡體啦或者是 其他語言的一個機會這樣子 好這個就是我們 這個chip everywhere的一個基本的使用方式 這樣大家OK嗎 可以喔所以我先把 就是說可能如果老師您 萬一還沒有用過chipgt 或者你曾經用過chipgt 但是你覺得這樣子 有點麻煩 還要做登錄啦 你在教學上不方便的 您就可以考慮 把他帶到這邊來 就讓同學來這邊去體驗一下 那最近我是有發現啦 因為畢竟他是免費的嘛 然後我們又大力推廣 所以說 其實 如果你的文本比較長一點 那確實他最近 我覺得有稍微變比較慢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文本真的太長 他可能 驚於腦就會記不住了 哈哈哈 會有這樣的情形 就是大家還是可以自己留意一下這樣子 OK 好